今日说法 文身男子藏身何处 下一个目标又会是谁 稍后今日说法为您播出文身男子的陷阱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今年5月6号上午10点多钟 天津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突然接到报警电话 有一位女士在电话里边非常惊慌地说 她在自己家里被蒙面歹徒给抢劫了 喂 怎么了 我被公司抢劫了 你被公司再打了 今天是哪个区 在河北区 河北区哪里 河北区哪里 警方赶到现场时 被害人李女士正在邻居家中 依旧惊魂未定 而她的双手居然被一副手铐 靠在了身后 警察帮她打开手铐 被害人是在她的邻居家中 显得是非常惊慌 还没从刚才被抢的那种恐惧当中 晃过神来 办案警察一方面安抚情绪激动的李女士 一方面勘察案发的现场 在现场的地面上 警方提取了一枚足迹 长约25公分 穿的应该是牛鞋 这是靠住李女士的手铐 上面没有警用电号 可能是歹徒从黑市来的 这些透明胶带被扔在地上 是歹徒用来捆绑李女士双脚的 在胶带上 警方提取到了几枚 犯罪嫌疑人的指纹 在他们勘察完现场后 渐渐平静下来的李女士 开始诉说刚刚遭遇的那段噩梦 我有一套房子需要出租 然后我就给他挂在网上了 李女士说 案发地是他家一处闲置的房子 最近准备出租 自从出租房屋的信息挂到网上后 要求看房的人络绎不绝 案发前一天晚上 李女士又接到了一个男人的电话 要求在第二天上午来看房 由于家里的人都上班 案发当天早晨九点 李女士一个人接待了这位看房者 她说她的职业是 最小就很啤酒的 然后也是妈妈和妹妹 从老家过来一起住在这儿 然后你就简单看一下房 她就挺满意的 可能看房现在后后也就有十分钟了 我唯一奇怪的就是戴个棒球帽 看房的男人先是转了转各个房间 接着提出要试试大门的锁和钥匙是否好用 她是说她的妈妈上岁数了 她的妈妈不太好开 说先过室一下 李女士带着看房人走到房道门外试钥匙 试过之后两个人又一同进屋 李女士走在看房人的后面 可还没等她关上大门 一个人突然从她背后窜了出来 将她扑倒在房间里 把我摁在地上 摁在地上之后就把她那个凶器刀子拿出来了 然后就拿着刀子告诉我不许 不许喊不许叫不许出声音 表明她的意图是要就是抢钱 陌生人将李女士扑倒之后 用手铐铐住了她的双手 并且用胶带封住了李女士的嘴 捆住了她的脚 最后将她扔到沙发上 李女士看到后进来的人也戴着一顶棒球帽 而且戴着口罩 而最初来看房的那个男人 此时也戴上了口罩 两人开始洗劫李女士的财物 一条销链一条手链都是银金的 然后加起来有三十多克 然后一部iPhone4的手机 然后现金有差不多四千块钱 还有两张信用卡 要了密码 要了密码我就当时给的是错的 在这之后继续威胁我 说如果我们拿这个去取钱 如果取不来一个人留在这儿看着你 另外一个去取钱 如果取不到的话你后果自负 但是好像确实有电话催他们 就在这时劫匪们接到了一个电话 没说几句话 两个人就慌慌张张地离开了现场 两名劫匪刚一走 李女士在双脚被束缚的情况下 蹦到了大门口 但是我也是为了安全 我就自己蹦到这个门这儿 从里边手反着 把里边还有一条包线锁 又给锁上了 锁完之后我才开始解脱我自己 但是解脱就是差不多五六分钟 我觉得这个肯定这脚肯定是没什么希望了 我就继续绷到门口 又把门开开 开开之后叫对门的门 进到他们家之后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我老公 告诉他我被抢劫了 第二个电话就是110 李女士回忆说 她对假装看房的劫匪印象很深 李女士还注意到 相比与第一个劫匪 第二个进来的劫匪要凶狠许多 听完李女士的讲述 结合现场的勘察情况 警方对这起案件有了初步的判断 有了这个房主的信息 利用这个作为敲门的这个借口 入户以后遇到是单身女性 或者是体质弱 或者是单人独处的情况 她有下手的机会 她才会实施犯罪 所以这种犯罪 对这个侍族的侵害是很直接的 侦察人员请李女士回忆 案发前是否有什么人或者事 让她感到可疑 我老公请求我就是说第一天 也有一个看房子 她就无意乱容急 当时就引起了武警官的注意 很少有就是 来看房就是立马实施抢劫 她这有一个诊查 也是一个踩点 寻找目标的那么一个过程 一个是就是说 她的口音都是东北口音 另外一个都是一个单身男的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有纹身 就是纹身是个 胳膊上 她就带着这些一个 一问就到她那个小区 就是做一些走访 因为她毕竟是白天做完 在那个小区的门口 有人能反应 反应就是 这个5月5号的时候 这个胖的 脚胖的这个东北级男子 来看房的时候 她并不是一个人来 而且还看着有两个人 跟着一起 其中另两名的那个 同伙呢 都带着一个棒球帽 而作案的劫匪 恰恰是两人 也都带着棒球帽 这似乎印证了警方的猜测 前一天出现的房客 有着重大的作案协议 眼下最重要的是 弄清几名劫匪的相貌 警方想到 劫匪抢走了 李女士的银行卡 应当会去取款 果不其然 警方在一家银行的监控中 发现了劫匪提款式的录像 但是犯罪嫌疑人 一直佩戴着帽子和口罩 根本看不到面容 搞清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是案件侦破的关键 监控录像不管用 警方又请来了画像专家 专家与受害人做了深入交流 并且和办案人员走访了多位群众 最后他用笔勾勒出了 其中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外貌 两张画像成了警方 寻找犯罪嫌疑人的重要依据 在走访中 半个人员不但了解到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还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后来有人反映 他们抢劫完之后 走的时候 三个人走的 打了一辆处租车 拿着发像找到处租车司机 这个师傅经过回忆 还有加上他们自己的处租车 都男的GPS轨迹 找到了他们的闹脚点 在南开区 向上陌附近 警方分析 这几名犯罪嫌疑人操东北口音 应不是本地人 他们一定要找到落脚的地方 比如渔馆 日租房 另外网吧 台球厅等娱乐场所 也有可能会出现他们的声音 在一个旅店里面 住宿的信息 在接近差距面的时候 发现了一名东北鸡蛋 已经炸了 这嫌疑人的特征 刻画比较明显 他就对这个提取了他的信息 登记入住酒店的人叫张银杰 黑龙江省人28岁 服务员告诉警方 在张银杰开的房间里 住宿的不止他一个 而是三个人 并且这三个人中 有两个人胳膊上都有纹身 那么那个李女士也借到了 那个这个南开下阳路 在那个案犯 那个回到那个旅店的时候 对他们进行了辨认 很巧 就是李女士一眼就看住 这两名男子 一个是投点 投点来看房的 第二个人就是 对他实施抢劫的那名男子 5月9日早晨6点 天津市公安局 河北分局的警察 悄悄接近了 这几名犯罪嫌疑人的房间 为了不打草惊蛇 抓捕人员计划 请酒店的服务员叫开房门 可是服务员走到房门口 却发现 房门居然是开着的 原来几名犯罪嫌疑人 彻夜狂欢 凌晨4 5点钟才回到宾馆 疲劳的他们倒头就睡 居然忘了关门 直到警察控制住了他们 这三个人还没从梦中醒来 在犯罪嫌疑人的随身物品中 警方发现了口罩 棒球帽和弹簧刀 这些可能就是作案工具 警方还发现了 李女士的门片和一条手链 经辨认 这条手链正是李女士 被抢走的那条 让警方诧异的是 在他们的随身物品中 居然发现了十几张不雅照 被拍摄的对象是一名女性 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起获得多张不雅照 令警方大胆疑惑 被拍摄的女性是谁呢 一案未解 一案又起 文神男子的陷阱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回到公安局 犯案人员采集了他们的指纹 经过比对 案发现场的指纹 与这几名犯罪嫌疑人的指纹 完全吻合 张迎杰 宾馆的房间 就是用他的名字开的 在案发前一天 正是他去李女士家采点的 李伯群24岁 5月6日冒充看访者的就是他 他的手臂上还有明显的纹身 豆春秋34岁 那天正是他从身后 扑倒了李女士 当时豆春秋戴着帽子和口罩 李女士并没有看到他的样子 指纹 受害人指证 作案工具 脏物 面对这些证据 几名犯罪嫌疑人 开始交代犯罪事实 现在刚刚28岁的张迎杰 十年前就来到了天津 起先他经营了一家擦鞋店 刚开始的是一年 赚个五六万个钱吧 后来就是商品不是特别好 那就不干了 自从不再经营小店 张迎杰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 他广为结交朋友 2011年年初 他认识了小老乡李博群 两个人一见如故 一开始基础 就感觉挺小的 这人挺小的 半事半生都没差好事 半事都没强 嗯 张迎杰 脑子也不是 张迎杰和李博群在一起的时候 多数时间都在吃喝玩乐 不久 他们的积蓄就花光了 2012年4月份 窦春秋也来投奔张迎杰 两个人早就认识 不过十多年前 窦春秋因犯抢劫罪而被判刑 刚刚刑完释放 手头都很紧张的三个人凑到了一起 商量的怎样才能挣到钱 他们想到了以看房为名实施抢劫的点子 定下来计划 几个人就开始在网上搜索出租房屋的信息 寻找作案目标 而李女士就符合这些条件 在案发前一天 张银杰踩点时发现 李女士佩戴了精美的首饰 身着名牌服装 张银杰看出李女士的经济状况不错 更重要的是在作案当天 李女士又独自接待了冒充看房者的李博群 假如第一天自己是自己去的 第二天都是跟他老公或者来了 那就发放信 假如第二天又是首饰包都没拿 至此李女士被抢劫的案件已经真相大白了 但是还有一个谜团没有解开 在犯罪嫌疑人随身的物品中 有十几张女性的不雅照 照片里的人是谁呢 照片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今天我们请到袁牧师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 欢迎王老师 你好 李女士这个案例也让我们想到一个成语 叫开门一道 本来是个坏人 你自己主动开门 把他请进你家里来 那么根据您的分析 这些盗贼们怎么就盯上李女士了 他怎么就会选择李女士下手呢 有这么一个统计数字叫4%的人承受了40%的犯罪侵害 就是很小的一部分人 那个犯罪会反复的去侵害他 他们就更容易成为犯罪嫌疑人去侵害的对象 对 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点 这就叫吃柿子专简软的捏 那么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一个是单身女性 是吧 然后又有点富有 可能他身上带点什么金箱链 或者珠光宝器 那么在当时 这个环境条件来说 可能又没有人 可能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那么这些都造成了被害性 如果这句话 用咱们大俗话来说 就四个字 显弱漏妇 结果这个女房东 显弱和漏妇都具备了 所以她被犯罪侵害 就是有一定的规律性 所以通过这个事 咱们总结出一个小的口诀 叫单身女子盛看房 男友最好伴在旁 明表金饰非福气 明表和金饰这都不是好东西 漏妇反而招来了 李女士被抢劫的案件 真相大白了 但警方的侦破工作并没有结束 您还记得吗 在这三名犯罪嫌疑人的随身物品当中 警方找到了十几张照片 照片上是同一位女性 而且是她的不雅照 这个女性是谁 这三个犯罪嫌疑人 想要拿这些照片 干什么呢 在这个储存卡中 警方找到了不雅照的图片文件 照片中的女性 被人先后拍摄了五次 而且表情特别的那种不愿意 而且是害怕净恐的那种感觉 犯罪嫌疑人张迎杰的手机中 警方找到了这样的一条信息 你要不怕丢人 我更不怕 相片我洗出来了 很多认识你的人都会看到 警方联系到了这条信息的收件人 果然她就是不雅照当中的那个女人 这位女受害人的网名叫舍德 2011年5月 她和老公闹了一场别扭 于是上网发现 凑巧她遇见了一个网名叫孤独的男性网友 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张迎杰 开饭店意味着有些积蓄 思诚离异表明这个女人情感空虚 张迎杰判断 在女网友舍德身上有机可乘 聊了几个月后 张迎杰约舍德见面 美酒 美气 美食 一连两次约会 浪漫 暧昧 却又风平浪静 没发生任何让舍德感到危险的事情 2011年12月30日 女网友舍德接到了张迎杰的电话 第三次约会吃饭 可是到了饭店 舍德却没有见到张迎杰 在张迎杰的朋友家 除了张迎杰 还有另外的一个男人 也就是李博群 张迎杰所说的打架事件 根本没有发生过 他之所以知道舍德有位哥哥 是因为在网上聊天过程中 舍德曾经提到过 随后张迎杰给舍德戴上了手铐 面对威逼 女网友舍德交出了银行卡 两名贩子嫌疑人 发现卡和密码都正确 能取出钱 决定把这张银行卡留下 但是一张卡 每天最多只能取走两万元 而卡里一共有六万元现金 他们至少还需要两天 才能把钱取完 因为被拍了不哑照 女网友舍德没敢报警 卡里的六万元现金 最后被张迎杰等人取走挥霍 舍德没想到的是 这次噩梦刚刚过去了四个月 张迎杰又一次联系了他 还是要钱 看到女网友舍得如此决绝 张迎杰和李柏群 洗印了十几张不哑照 准备进一步威胁舍德 没想到照片还没有寄出 三名犯罪嫌疑人就落网了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王教授 因为现在网上交友 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再见面 这太常见了 也不是每次都碰见坏人 而且之前还见过几面 只不过最后一次 人家凶相毕露了 这样的骗局 我们怎么去识破 在网上聊天的时候 一旦见面之后 有很多很多的犯罪紧随而来 比如诈骗 性侵害 偷 抢 结为人质 拍裸照 你有的就是一见面 你可能跟他有一点点什么关系 结果你没有房子 他都把裸照给你拍了 然后再要挟你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 说最危险的 特别要跟女孩子说 最危险的是什么 就是那种半手脸 如果生活中跟你根本不认识的人 反而对你的威胁不是特别大 因为我会提高警惕 我根本不认识你 你凭什么对我这么亲近 你像第二个案例里 一次 两次 三次 可能也吃过饭 可能甚至还有别的事 大家都觉得很平安无事 对 这个就是所谓的叫半手脸 什么叫半手脸 我既认识你 但是我又不了解你的背景 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 还有一个小绝招 咱们都就是说点绝火 就是电话直查123 半年不动情侣前 什么意思 就是凡是网络 网链这个东西 对方 比如说对方说 我在哪哪工作 你最好打个电话 不是用他那电话 你上114查 查一个电话问问 说对方有这么一个人吗 高啊矮啊 怕啊瘦啊 戴眼镜不戴眼镜啊 实际上三个问题就能问出来了 这是一个核实 再有一个就是不动情侣前 片子无非是骗财骗色 如果你能够撑上半年 不动情侣前 一般的片子 当然也有极个别的方长线吊打鱼的 就一般的片子来说 他撑不了半年 他要半年没有所获的话 他可能就会终止这个犯罪 王教授分析的没错 这些犯罪嫌疑人呢 不止犯了这两起案件 在警方的进一步调查当中 发现他们也曾经 对他们的熟人下过手 在进一步审理的过程中 窦春秋主动交代了一件 他听说过的犯罪案件 我是听来说 他没事晚上老说这些事 我听说 老说那些事 就是说那个他一起 他俩前一阵在那边那抢 抢了什么男的 路上遇到他 去把他 李伯群送我去 原来在窦春秋到天津之前 张英杰和李伯群 还曾对一位男性实施过抢劫 不过那位男性受害人 并非路上遇到的 而是与张英杰有过几面之交的半熟人 事发那天晚上 张英杰约他出来打台球 打完球后 受害人一出台球厅 就叨到了两个蒙面歹徒的抢劫 在这起案件中 受害人不但被抢走了一条金项链 而且身中三刀 知道警察找到受害人了解情况 他都不相信 这居然是一位半熟的朋友 给他设下的圈套 2012年7月 一同参与抢劫金项链的杨小雷 被警方抓获 所以我希望的就是 如果有遇到这样的案件 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一定会 施以重券 给这个犯罪分子也穿重的打击 目前这几名犯罪嫌疑人 因为涉嫌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 已经被警方逮捕 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法律的严惩 不过通过今天的这几个案例 我们也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的体会 那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上网聊天 现实交友 租房买房 这都是生活当中经常发生的事情 不用因为社会上 有这样的坏人的存在 我们就谨小慎微 足不出户 跟这个社会隔绝 但是也请大家要提高警惕 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 千万不要显弱漏腹 更不要轻信于人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 丰富我们的生活 又保护我们自己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进日说访 也感谢王老师参加我们的同事的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